前两课有同学说我讲的速度太快了 那么我这课开始就把语速放慢一点 接上一课 上一课我们讲的是大乘佛教经典的圣交量性 按照我在佛教哲学课里给大家表达过的 就是按照大佛学史观的认识角度去看待佛教经典 至少我认为 一本经书 无论是小乘的也好 大乘的也好 可能尤其是大乘的 哪怕是金刚经 是否全体字句都是佛说 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一定要按照全体文具 都建立在佛陀大乘圣教的亲说性上 即这个全体文具具有圣教量性 从历史考据学的角度来讲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你一定会坠入大乘佛典的虚无主义 就是大乘佛教经典的亲说性问题 当然也有同学会反对我的观点 认为一切大乘佛典每个字都是佛亲说教 这样就会走入另一个极端 比如说像金刚经 每一句都是佛亲说教 每个字都信 自己不加思索 不把握佛的精神 我们一再谈大乘经典 主要传达的是佛意 你不把握佛的精神 把每个字当圣旨 处在这个极端里 一两本经典还好说 如果多书多看了 那这个经典就并不稳定 可能说你只有表面上的虔诚 那你还不如从净土开始信 先信再看书 因为你一旦出现某个理论的临界点 很容易滑向怀疑主义 最终导致信仰崩溃 大乘经典和小乘经典 都谈到一个四一四不一的问题 什么叫四不一呢 即一法不一人 一了一经 不一不了一经 一一不一语 一智不一实 这就是四一四不一 请大家仔细想一想 什么叫四一四不一 什么叫一法不一人 什么叫一智不一实 熟悉佛教经典的同学都知道 大乘经和小乘经 基本上你一眼 看一眼就能分出来 这个经到底是大乘经小乘经 虽然大乘经 如同阿罕经一样 都是以如是我闻的方式 开始叙述的 以显示大乘经教 它的内容 是来自于佛陀的经口预言 但是小乘经的文体 就较为朴实 一般是直接叙事 很少铺张 而大乘经呢 受马鸣菩萨的影响吧 其文学性比较强 文学笔触很规律 对场景都有详细的描述 语言也相对的生动 有引动众生 趋向佛道的倾向 说理非常细致繁密 有的像论书 它就有完整的 严密的逻辑形态 因此大乘经经常的是 规模浩大 在佛经的结尾处 一般大乘经和小乘经的 差别也很大 在阿罕经里头 一般只说文法者欢喜奉行 而大乘经一般有 完整的流通分 比如说强调这本经 在整个佛教经书中的 书圣地位 受持 诵读 解说 书写 都有无上功德 并嘱托说有天神 菩萨 大力护持 等等等等 就是流通分很完整 大乘经的传出 是有阶段性的 一般分为三期 初期中期晚期 但是这三期 大乘经教的传出 是不包括 大乘密教经典的 大乘密教史 是专门的一部分 它不在大乘里 公元前一世纪 至公元前后 是大乘最早传出的时期 就是第一个一百年 自此到公元三世纪 就是前后大约二百年的时间 大乘早期的各类经典都出现了 就是所谓大乘经早期四类 早期有四类大乘经 早期四类 般若 净土 华言 法华 这四类就都出现了 初期大乘经最早出现的 般若类 这个般若类经 持续出了三百年时间 这是早期四部中最大的一部 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 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传出的经典 主要是以佛性如来藏为首的 是对初期空教为主的一种补充 因为前期谈空谈的有点过了 为这个空教做一种补充 构成了借空谈有的一类大乘经书 其中就包括 大涅槃经 如来藏经 金光明经 圣漫经 这叫中期达成经典 刚才的般若类是早期 这个 借空谈有 这是中期 到了晚期 就是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 在这一百年里头 是大乘瑜伽行教 即维师教传出阶段 其中就比较有名的 解身秘经 阿比达摩大乘经 愣家经 秘严经 佛地经 这一类经主要是通过三性 三性为师观来谈的 就是我们说的 一塔起 遍际所值 原成石 以这三性 统设空有两分 通过三性来统设空有 这就代表了大乘经教 最后传出的阶段 就是晚期大乘经典 这是按时间分 时间分大乘经 就是这三类 第一类 纯谈空 薄弱 第二类 借空谈有 佛性如来藏 第三类 借三性 社空有 这是 瑜伽行教 这是17分 前一个300年 后两个100年 如果按学术分 就是按学术类分 我们说上来叫做大乘四类 大乘四类的分法 就是学术分法 学术分法四类 就是净土类 般若类 佛性如来藏类 瑜伽行类 中国最早的大乘经典 是六度吉经 稍晚一点的 是净土类的 阿弥陀经 以及金刚 波若波罗蜜经 再晚点的 就有维摩节 大宝鸡 大方 等大吉经 金光明经 这是四类 净土呢 我们会在后面讲 就是这里 我们只介绍 学术分法的三类 就四类里头 有净土 波若 佛性如来藏 和瑜伽行 我们只介绍 波若 佛性如来藏 和瑜伽行 净土 因为我们有专门的课 我们单独介绍 首先介绍波若 在大乘佛教 初期阶段 最普遍洪传的思想 我们说从南印度开始 就是波若思想 波若思想 在大乘佛教思想的 传播史上 具有特殊地位 一方面 它是大乘思想的基础 也可以说 作为大乘思想的代名词 波若就可以作为 大乘思想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 波若 是以弹空破直为特质的 大家记住 它破的什么 破的是直 不是破有 弹空是破直 直不一定是直有 弹空破直 就对外道 就我们说 它在南印度 它有很多外道敌人 圣论也好 术论也好 前思维派也好 后思维派也好 本地的两个土著佛教 土著宗教也好 它的任务是破 所以说 它对外道 及小乘佛教的实体主义 给了猛烈抨击 就为大乘思想的传播 扫平了道路 波若类经通称 波若经 是摩赫波若 波若蜜经的简称 后世流传的波若经类 种类极大 时间跨度也很大 300年左右的时间 跨度也很大 从最早时期 到后来瑜伽行教 以至于到大乘的密教时期 波若类经都有 包括后面还有据舍论 在大乘经藏中 就形成了专门的一大部经书 这一大部叫做波若部 比如通用的大乘藏里头 波若部 它一个人就占了四册 规模巨大 波若类经 最大的一部 数百万字 最小的一部 仅两百字 就是它 由大由小 时间跨度又长 它基本上就是 大乘思想的 这个基石和核心 波若类经呢 它一共可以分为六种 波若类经 就是波若类经 它是分类的 我们说有大的 有数百万字 有小的两百字 它分为哪六种呢 第一种叫小章 小章 最典型 心经 这里的心就是经药之意 心嘛 最经药的 流传最广 念诵最多 就几百字 两百字吧 这个是唐僧翻译的 它有六种译本 就是波若波若密多心经 这叫小章 波若类的第一种 波若类的第二种 叫大章 什么叫大章呢 金刚经就是大章 叫金刚波若波若密经 这是根据原文 凡为原文直译的 它其实应该翻译的 不叫金刚经 它应该叫 能断金刚波若波若密多经 此经简称金刚经 是中国最早传出的 一类波若经 现在我们通行 它是纠摩罗时翻译的 它是有五种译本 小章 大章 然后就是小品 就是第三类 波若类经 叫小品 就是小品 波若波若密经 又叫小品经 因为它是跟大品同名的 所以区分开 有大小支撑 跟金刚经一样 也是初期传入的波若经 是波若经的最基本形态 也是纠摩罗时翻译的 小品完了是大品 大品就是全版的了 大品波若波若密经 又叫大品经 然后它最早的一本 是主法户翻译的 就是我们在佛教史里讲过的 放光波若经 现在这本经 主要是 龙树菩萨士论的大制度论 它也是由纠摩罗时翻译的 第五个 杂品 杂品呢 就是除了纯粹波若经外 一些杂品类的波若经 比如不空翻译的 密宗类的 第六个呢 就是总集合 所有的加在起来 叫大集 就是大波若波若密多经 就是唐僧义的 唐玄藏义的 大波若经 是波若类经的总集 一共有十六绘 像金刚经 小品 大品 小张 大张 都在里头 这就是波若经的六大分类 小张 大张 小品 大品 杂品 大集 波若类经的思想特质 就是一个字 空 所以它又叫空说 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在真理观上 就是说在它的认识观上 说 就是真理观上 它的绝对真理观上 强调世间的一切都不可得 作为世间的对立面 出世间呢 世间的不可得 你以为出世间就可得了 出世间一切也不可得 这就是它的真理观 在认识论上呢 重空 就是真理观上是不可得 认识论上是重空 它有一句标准言教 叫一切法一向 所谓无向 什么意思呢 一切法一向 所谓无向 它继续解释 就是说 一切法 皆不和 不散 无色 无形 无对 皆无自性 不生 这一法 也无得 也无可得 由此 故无向 即空 我们在小成空的概念上说 空是运动的意思 大成空的概念 实际就更大 在这个运动的概念上更大 它是真理的绝对运动性问题 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 这个空就是绝对 没有绝对的真理 只有绝对的运动 这个真理 这个绝对的真理 就是只有绝对运动的 这个真理的本身 它也在运动 就是真理 只有 它是 就是大成空 是一个绝对真理运动性的问题 一切法 一向 就是只有一个共性 什么共性呢 所谓无向 就是无共性 大家注意啊 这个 和 散 生 灭 这都是状态 所以不和 不散 无色 无形 对吧 但是大成的理论里 是没有时间量的 它只有状态量 它没有时间 静止 什么 它是没有时间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在它的理论里 不需要时间 因为运动就是静止 静止就是运动 如何判断运动 有时间才能判断运动 对吧 有时间 有长度 你才能判断运动 所以在大成经教里头 只有绝对运动性的问题 连这个真理的本身 都是绝对运动的 静止就是运动 运动就是静止 所以 般若学的思想 隐身下去 实际是宇宙本出状态的猜想问题 所以 当到达这一阶层的问题的时候 已经不是谁说谁有理的问题了 就是谁也不要说服谁了 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说 绝对真理的运动性 具有真理性 但是它本身又不具有真理性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宇宙本出逻辑的问题 所以谁也别说 谁有道理 大成佛教在般若类里还举了十个例子 诸法如幻 如燕 如睡中月 如虚空 如想 如见达婆成 如梦 如影 如镜中相 如画 什么意思 就是一切法都是文字相 无字性 一无差别相 平等平等 这个听过佛教哲学的就知道 我们专门有一课 就是文字相是大粪坑的问题 就是我们就不重申讲了 就是在大乘佛教的理论里 我说的一切话都是屁话 你回答的一切话也是屁话 只要是文字就是屁话 屁本身也是屁话 我们就不用重申了 因为一切法界文字相 无体性 一无自性 对吧 这个 他的之所以出现这种逻辑 是因为他所处的教理环境 任务是破别人 他没有考虑到见自己的问题 所以用这个破的问题 之所以能建立起破的这个逻辑 就是因为没有绝对真理性的问题 绝对真理性本身是运动的问题 在方法论上 波若思想中破或者说中遮 它也叫遮 也叫浅 浅则的浅 遮住的遮 中破 中遮 中浅 在这种破里头 一切无丝毫自性可得 一切无丝毫自性可得 故一切空 空亦复空 即毕竟空 故所不可得 不可得亦不可得 大家听了这一段绕的话了 是什么意思了吗 就是我们说的 绝对真理性运动 这个绝对真理的本身 说完了之后 它也就运动了 就是没有绝对真理标准的问题 换句话说 没有绝对真理 只有绝对运动 绝对运动 这个绝对真理 它都在绝对运动中 即使我刚才说完这句话 这个运动也不称其为真理了 正是基于这种方法论 中观学派能干的事情 就是只破不立 就是只能破不能立 立了就自己打脸 只要立就自己打脸 所以说 在所有的辩论里头 包括中国 传承中观的 最直接的是三论 我们都说 就是最讨厌的就是了 为什么呢 就是你说什么都错 但是他也没说自己对 就是大家最后讨论了半天 互相瞎耽误功夫 因此 剥弱思想的谈空 或者说 它的空性 并非是意在哲学式的探究 是哲学式的谈空 它的进步意义 就我们说 它是有那个 这个不进步意义的 不进步意义就是 扯来扯去 瞎耽误功夫 它的进步意义就在于 破执着 因为它的任务 就是在那个教育里纷争的地区 去破别人的价值观 所以它的进步意义 就在于破执着 价值在于社会伦理学 和心理学价值 这样引导众生 对峙一切执着 对峙一切生活中的 意识上的执着 通过对峙一切执着 以获得圆满觉悟 从而达到彻底解脱 在大乘佛教看来 就是在中观派看来 通过对空的真理 践行体正 就能实现最终的目标 这就是 般若般若蜜 就是智慧到彼岸 般若 就是这个智慧 是对空的 如实认识 即所谓正德 通过智慧 达到彼岸 就能成佛 从这种意义上讲 波罗波罗蜜多 就是菩萨母 就是佛母 这就是整个中观学派 它的空的 这个理论逻辑 就能成佛派看来